管家让我加班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告诉你 别在我面前耍心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 你之前就是为了勾引佩玲 被柳娜娜收拾了 结果又跑到家里来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爱信不信 你不会把我一个保姆 当成你的情敌了吧 孙小姐 你也太没自信了 你 我们家和张家约好了 如果我三天之内 还拿不下姜佩玲 我就只能走人 不行 我绝不能被一个小保姆逼下去 我马上离开这也可以 你给我钱啊 我立马走 你说真的 真的 当然了 用钱买我走这个事 应该挺划算的吧 你看上去也挺有钱的 五十万 给我五十万 我立马离开江家 别说五十万 就算五百万 我动动手指头 都能拿出来 不过我现在身上没带钱 晚上给你 你先去办理辞职 那不行 我要去辞职了 你不给我钱怎么办 再说 这个工作 你不知道大雨有多好 有多少女人 挤破头都想进来 要不 我去找柳娜娜谈一谈 说不定她给的价格 比你还高呢 柳娜娜怎么可能比我有钱 好 我现在就叫人把钱送过来 你拿钱走人 好 沈玉琴 你预知了工资 签了合同 你要是敢现在辞职的话 我保证 江家的律师会把你告到倾家荡产 孙小姐 如果你是来收买江家用人的话 我现在就给夫人打电话 这个人可是夫人亲自挑选的 我没有 我刚刚就是在试探她 管家 你也看到了 她就是一个贪财的女人 像这种人 根本不配留在这 沈玉琴是去是留 不是我能决定的 孙小姐 您还有两天时间 如果您还不能爬上少爷的床 只能离开这 知道知道 我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下人操心 他今天不是多看了我一眼吗 少爷 您的意思怎么办 依照规矩 沈玉琴 不能继续留在家里 留下她 总裁 今晚八点 还有个宴会邀请参加 不去了 没兴趣 今天早点回家 好 管家 今天的事 我无话可说 想辞退我 你就辞退我吧 那个 一支工资的话 等我有的钱 再还给江家 那个 我先走了 哎 你 你怎么在这 这是我家呀 哦 我已经辞职了 再见 谁说你可以辞职的 管家说我犯了错 你们要开除我 你就这么着急离开 做了回心事啊 不是说很缺钱才来这的吗 不是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亲要养吗 我是缺钱 但是我有罪严啊 我又没犯错 跟孙娃娃要五十万 不算做错事 我一没偷二没抢 让我离开江家就给我五十万 我为什么不行动啊 你要是觉得我犯错了 你就开除我 夏不为例 你 你不开除我 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 我就这样把你赶出去 岂不是很没人性 我要的东西呢 马上就能送到 只要能嫁给江佩玲 所有的风险都值得 这个药没有男人能抵抗得了 雨晴 你现在把这杯水送到楼上少爷房间 我啊 可是孙婉婉在他房间 少废话 赶紧去 哦 佩玲 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法国红酒 你就尝一口嘛 我的这杯已经喝了 怎么 你不是应该把你这杯也喝了吗 喝完出去 佩玲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滚 完蛋了 贱人 谁让你进来的 哎呀 少爷 你没事吧 这个女人坏了我和佩玲的好事 快把这个不眨眼的东西给我赶出去 你敢酸酒 你敢酸酒 我 我 我没有 我 把红酒拿去检查 我要马上知道结果 好的 少爷 哦 我去帮忙 那个 我身体不舒服 我请一个星期病假 少爷 酒里下了催情药 药性很烈 把他扔到孙家大门口 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他 是 保镖 把他给我送回孙家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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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佩玲 放开我 学费 一万块 生活费 三千 杂七杂八的费用 两千五 留个旧级的钱 一千五 剩下的钱 用来还债 还有六十万 哎呀 我要怎么还呀 喂 小冉 什么事啊 雨晴 有个高档会所招临时招待你去不去 那种地方 不去了吧 你这么个大美女 怎么老放不开呀 这怎么赚钱呀 而且飞飞现在用钱多的地方是呢 真的一小时三万块 我可是拖了好几个关系才帮你找到的呢 好 我去 哎呀 这裙子也太短了 怎么穿啊 你就是小冉 你就是小冉介绍过来的吗 啊 进去吧 里面的人你得罪不起 小心伺候了 小飞少不了你的 你们俩和他一块进去 好 怎么是冉家陆展 他怎么在这儿 吉林 站住 你 去改道酒 不懂规矩 我 我是新来的 新来的好啊 你 来伺候我们这儿 最尊贵的大少爷 今天晚上 他要是把你带走了 给你两百万 还是再不胖女人 外面 就该传的不行了 哈哈哈哈 我就是来倒酒的 别的 我 更有意思了啊 那行 那你就去给他倒酒 可是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他脾气啊 可大得很 更加不能惹 在你来之前啊 他已经忍出去好几个女人了 赶紧的 是你 我找了你六年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跟我回家 哎 江总 是我是我 我生已经了 为什么他总是让我 觉得很熟悉 惊喜啊 沈雨晴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这就是你说的 身体不舒服 要请假 我 怎么 你就这么缺钱 是我江家给的工资不够吗 需要你抛头露面 来做这种事 我 我怎么了我 我一没偷二没抢 大晚上赚辛苦钱 我就倒倒酒 憋得我什么也没干 而且现在下班时间 就算是你也无权干涉我 这么压尖嘴力啊 本来就是嘛 现在是非工作时间 你凭什么管我呀 多了嫌疑 多了嫌疑 别搂 我 啊